YES! UNBOX! 我是刀鋒 我是YJ YAY! 為何今天請YJ上來呢? 話說其實我托YJ在大陸幫阿刀買了一些玩具回來 但我自己又不太熟悉 所以請一個專家回來 今天跟大家玩一些國內很流行的特色玩具 跟大家要爆的就是 是 是不是這樣讀 是 是 很多朋友一念而挖究竟《海甲勇士》是什麼 其實就是一個國內很出名的特色片集 Biz,這裡有多久的歷史 現在來說,這輯已經是《海甲勇士》第五輯 已經是十周年了 已經十周年了? 是啊 其實我從《帝王俠》開始就已經斷了沒有看 哈哈 上當年《帝王俠》到劇場版 我們成團十多人去大陸的戲院看 很開心 現在大家一起買一些DX玩具 就像這樣 其實它的聲效和玩法 其實已經很貼近日本 十年前已經很貼近日本的質素 加上因為國內的玩具安全條例很鬆 所以就會比日本的DX更加大件 聲音又厲害 光又亮 還有一些武器是尖很多 尖很多 即是不是餐刀 是的 那本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今年最新的《海甲勇士》系列 好了,我們馬上開出來看看什麼 開了出來 非常簡約 看到的賞色 始終是國內的玩具 其實這一盒是多少錢? 大概$85港幣左右 哇 $85港幣 神經病 你知道嗎 我剛才看到 這支錶 這支錶是有這個 紅外線系統感應的 只要說$85港幣 我們當年買Dolibu 那支紅外線 也是這樣對應的 說八塊幾歲的腰帶 好 這支錶裡面 有一條主體腰帶 另外有一隻 這支厲害的 高科技 電子零件 對應手錶 另外有一條 這條膠帶 我覺得比日本的好 因為其實日本那支 你也知道 它是百實的 而且過了幾年 經常都說 那些膠會脆 還有比較有趣 它是有坑紋的 直接套下去 咬就咬得很緊 是嗎 沒有日本的那麼鬆 OK 剛才我們試過 都很容易脫掉 所有方面把握這兩條 就先搞它 好 先玩一個主題 它說什麼 Gauge loading 哦 說英文 是 什麼國語 OK 我看到 應該這樣才對 倒轉這樣才對 有四個大掣 究竟怎樣玩呢 好 開始來說 先介紹一下 是 它剛剛召喚的時候 這個蓋子就是這樣的 是 還原到它裡面 好 召喚的時候 兩個部分一起 是 是 光到瘋了 聲音也很響 好 現在召喚了 好 看著 哇 好厲害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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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馬登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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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覺如何 很有新年的氣氛 很有新年的氣氛 一燈燈燈的很有新年氣氛 很棒 不錯 是呀 聲音很響和很乾 我以為現在看到原來這是一個馬蹄鐵來的 是呀 因為主角叫瑪碎 瑪碎 對呀 它放了一個超必 就是一個馬蹄拿著一隻掛 就一下子踢死人家 OK 剛剛那個就是變身聲效 那另外有沒有其他聲效玩呢 好 召喚一下不同的武器先吧 好 這個是手的武器來的 這就是馬蹄鐵 有沒有聽錯 是 第二個 就是那把槍 是 把蹄鐵槍 要看 把蹄鐵槍 好 再試一下 這個 這個超必殺劍 馬蹄鐵槍 是 是 OK 總共有四個模式 喂 真是好像比拉打好玩很多 就是我們對比今天G-O那條 我老實說這條好玩很多 至少不用買那麼多東西去配合它 有呀 還說完 我挺喜歡這隻手錶的 OK的 我見你每啟動一下都要掃一下這件東西 其實這個奧妙呢 就是錶面上面 這個位置 銀色這件 啊 這個 這個 喂 真是 怎麼算呢 糟了 我國已經這麼強大 已經貼著日本了 而且我聽聞 其實今年 其實一直都找了很多日本人 去幫忙拍這套東西 今年好像也不少 監督方面有大家熟悉牙狼系列的 方村屎繪小姐 哦 Action 方面 一直有J.A.C.的 柴言孝典 對 柴言孝典 對 柴言孝典 對 柴言孝典 拍很多以前超和特殊 戰隊片集的 通常做藍色的那個 嘩 真是很厲害 搞到今年突然很有興趣 想看回這套東西 剛剛它上半部就完成了 其實在國內各大視頻 還有現在某管道都可以看看 好 今集就看看大家的反應如何 因為其實我也很擔心 大家可能對國內的特殊片 有興趣 不知道有沒有興趣 所以今集也請了Y.J.上來 做了一個客席的旁述 簡短 是的 如果大家對於海鴿勇士有興趣的話 劉國賢給我們知道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我們又請Y.J.上來 下次再詳細一點 再講海鴿勇士 例如其他的玩具 或者歷史 或者背景 這次純粹玩腰帶 看看大家的反應如何 有興趣的話 記得劉國賢給我們知道 除了買腰帶之外 也託了Y.J.幫我買了這個 可動玩具系列 真的很棒 它可以有兩個小車 去合體做規格 我相當之喜歡 記得喜歡的 給個like 給個share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下集再見 拜拜